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超越原生家庭 他们并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信条 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信条与自己不同而攻击别人 或对别人怀有戒心 分化并不等于让人们失去自己的感受 分化成功的人从来不会失去自己的感觉 因为在需要的时候 他们可以自由地体验和表达自己的感受 他们会把自己的感受当作生活信息来源之一 只要愿意 他们可以激情澎湃 对一个分化成功的人来说 关键的因素是选择 他们可以恰当地选择是否根据自己的感觉形式 因此 分化成功并不意味着没有感情 只要愿意 分化成功的人也可以深陷感情之中不可自拔 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作爱 人们在作爱时都会沉浸在感官的世界中 抛弃了一切理性的界限 因为分化成功的人往往从自身位置出发考虑问题 所以他们能够有自己的立场 并且有自己的底线 同时也会听取别人的意见 他们既不任性 也不死板教条 他们愿意接受新信息 但不会被感情上的讹诈或威胁所左右 同时 他们不会指责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 相反 他们会尊重别人 并且向别人学习 实际上 他们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感到愉悦 而不是恐惧 最为重要的是 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最亲密的人 如配偶 父母和子女等 那些没有分化成功的人 往往分不清自己的思维和感受 他们也许在日常工作中表现良好 他们也可能很善于处理那些事物导向性的任务 而不是人际关系导向性的事物工作 但是一旦涉及比较亲密的人际关系时 他们就会陷入迷茫 变得非常敏感和脆弱 为了维持密切的人际关系 他们甚至愿意做出一些不合理的妥协 如果他们对自身有足够的信心的话 是不会做出不合理妥协的 正是因为分化不太成功的人 分不清想法和感受 所以他们常常会把自己的主观感情 当作事实情况的真实反应 例如有人会这样说 我觉得你会拒绝我 但是这句话不是要表达自己的一种感受 而是对别人行为的一种解读 当人们说自己觉得如何如何的时候 他们常常是在表达一种想法 而不是在抒发一种感情或感觉 感觉是关于自己的 而不是关于别人的 关于自己感觉的表达方式 应该是这样的 当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时 我感到自己被人狠狠地拒绝了 我们的感受都是由对周围环境的思考 或者对正在发生事件的解读产生的 好 今天读的时间有点长 已经四分多钟了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 欢迎收看下次的读书时间 拜拜 拜拜 拜拜